一名調查局澎湖縣站前信組長 在二零一九年到二零二一年之間 還在這嘉義市站擔任調查官 時候涉嫌收出了台北和高雄監獄 兩名毒案受刑人家屬的金錢跟禮品 讓這人犯呢 可以利用借題停訓機會 趁機跟家屬來私下會面 解連在貨報之後 昨天大動作搜索約談 經過漏月訓問 這名前信組長在今天遭到生涯 陳氏行業調查處調查官的徐素良 前年爆出監守自盜毒品案 狠撈1.68億 人稱時尚罪灘調查官 全案法院審理中 只要現在又有調查官 不見棺材不掉淚涉探手回 拿著冠軍獎杯小麥色肌膚的男子 是縣政澎湖縣站成信組長 他遭檢舉在2019年到2021年間 時任嘉義市站調查官時 收受台北與高雄監獄 兩名毒案受刑人家屬的金錢和禮品賄賂 好賬人犯利用借題停訊的機會趁機跟家屬私下碰面 連鎮署獲報後13號展開搜索 除了陳信組長遭到約談 另外還有雲林縣站無姓調查官 以及一名疑似新惠的家屬 於昨日至澎湖縣調查站約談陳信調查專員的報案說明 並提供相關資料全力配合 請拿官司調查 投入企圖工作長達10年的陳信組長是調查班42期 結業時先分罰台南市調查處 後來因故改調南基站之後又轉往嘉義市站服務 還升任九等專員當了半年的代理組長 今年才調往澎湖縣站升任組長 陳信組長封平兩極 這回遭暴社談還傳出曾不止一次私障公報 調查官執法犯罰再報收回封紀案 檢方接下來將以貪污治罪條例方向整辦 記者中的報導